那么对于很多选手来说 等待可能是一个常态 像这种情况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身体状态有一定的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在下面活动开了 肯定如果放在后面肯定会稍微有一点影响 因为你人会僵 但是如果说你保持自己不在一个僵的状态上 我觉得它把你平时的训练的水平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嗯 唐锡经这已经有好几次的高低杠的之间的换 这个应该说是换杠了 飞行动作也是比较多的 三个转体连续 我们调整了一下 下反了 直提两周 它这一个调整我觉得可能对它的这个高低杠的安排 这个编排就稍微会有一点影响 对 就是它在做三个连续的转体之后已经偏移中心了 所以它要回来调一下 但是我觉得它这套编排飞行还是挺多的 上来就是高低杠之间的这个换杠做了好几次 编排是很吸引人的 对 这个有可能它在 我觉得它好像下反没准备好似的 就是应该是一个失误的下反 唐锡经刚才这一套高低杠的分数还是挺高的 上了14分 14.150 一个就掉下气泻的一个过程 这是唐锡经 哇 它的上法比较难 剑子拉直上 嗯 一组的动作 直接来看这个它这个上法是现在最难的 对 剑子直体完成得非常不错 嗯 比翼的动作 四叉跳 接 接黄跳 接倒叉 四叉截环 一组 前挺空翻 接数分 接了个露跳 嗯 它这有一个连接穿加分 这个墓上的转体也是必须要完成的编排的一个难度啊 必须要有提示 现在是自由操的提示衣了 声音挺大的 看一下下法 七八二下 转机七八二下 还是不错的 看教练非常满意啊 非常满意的 嗯 它的身材也是有点赶 后半段的整个节奏不够舒转 对 刚刚结束 宏东队的刘景行也是属于重点培养的一名球员 直接去那边坐着两个坐来 没有那么多时间 长袭京啊 这两套动作完成都非常的好啊 me